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因是我在重走长征路 今天已经走完了一个多月 到达了延安 王先生也在中途插起来 在沿途表演他的漫书和漫画的艺术 所以我们两个人今天算是志同道合 做同一件事情 对是一种会试的状态 会试于延安 所以我说 我们这个节目要采访他 他说他有个艺术期谈要采访我 于是我们两个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握手 彼此采访 这种阴阳互动 这种情色相合 这种搭着说 然后把话说的很热闹的这种采访形式 我相信在电视采访史上是没有过的 一般是一问一答 或者两个搭着说 或者两个人干脆就吵起来 骂起来 叫枪着说 像如此这般 我采访你 你采访我 今天这两个节目同时采访 如果我们去掉矛盾和对抗的色彩的话 这也叫针尖对脉盲 就是说你是枪 我也是枪 你是盾 我也是盾 你有问题 我也有问题 所以我们两个看起来还是共同点 共同点是什么 就是都关于长征 都关于长征艺术 所以回到你刚才的问题上来 关于长征艺术怎么看 我的第一个观点是长征本身就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艺术 对 是一种在地球上画出一条彩色飘带的 持续时间相当长的规模 极其宏大的长久留下历史印记 以至于在人类的军事史上 在人类的迁徙史上 在20世纪的重大的 所有的重大事件当中 不可磨灭的人类历史上的最伟大的行为艺术 如果从伟大的行为艺术的角度来理解长征艺术的话 我觉得我们这话题 我担心 你这个节目长度多少 您今天就长开聊吧 我担心你这个艺术奇谈 你的播出时间不足以承载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但是我要澄清一点 就是一 我不是艺术界人士 二 我的艺术没有专门研究 三 我在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也是极其浅薄的是简单的反应式的思维 但既然是艺术 既然是行为艺术 既然是20世纪的一个伟大的行为艺术 它是力求让那些没文化的工农群众老百姓都参与 让他们都懂的 那么我虽然不懂艺术 但是我对红军常常会有自己的理解 因此我也是这个伟大的行为艺术的一个受众 并且因为我参加了重走长征路这样的活动 我不但是受众 而且我是亲历者 是参与者 所以这次重走长征路 你们我的感受 最重要的感受就是历史复活了 历史复活了 时空穿越了 历史复活了 我从80年后回到80年前 回到血雨腥风的年代 回到前有堵截 后有追兵 天上有飞机 无数艰难险阻 横在那些青年军人面前 长着娃娃脸 特别能战斗 然后刚才还笑着 饿了几天的极长鹿鹿的肚子 异常冲锋下来 那这个人就鲜血洒在土地上 永远没有在跟着队伍走的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我觉得这个艺术也是一种悲壮的艺术 惨烈的艺术 非常悲壮 对 艺术各种各样的形式 鲁俊说过所谓悲剧 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我要加一句 毁灭了有价值的东西 那正是为了生长出更有价值的东西 因此艺术是生长的 艺术是延伸的 艺术是植入灵魂 并且能够长久的感动着那些 同样怀有善意的人们的心灵的 说的真好 说的非常好 其实来说 斯曼老师 你看 从红军离开根据地 然后有一首歌叫《石送红军》 然后一直到陕北 然后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很多这样一些歌曲 从长征开始到长征结束 这个过程当中经历了很多历史的拐点 历史的节点 那么在每个历史的节点 我们的后人都用了很多种艺术形式去诠释它 去表现它 首先我就想问您 在长征过程中 哪些歌曲 哪些这样一些艺术形式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不是个太感性的人 尽管我努力把自己变成一个有一些感性思考的人 我偏于理性 我偏于抽象 在我看来 你刚才提到的《石送红军》在内的这种和长征有关的歌曲 我认为有三类 一类就是新国民歌 福建的民歌 当地和红色文化相结合 那个时候的原生态的歌曲 包括《石送红军》在内 第二类 那边是1964年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诞生之后 这个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里边的一些消化作词作曲的歌曲 因为当时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唯一天才 所以 渗入人心 以至于广为流传 这是一种升华了的 提纯了的 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诞生的关于长征的歌曲 变成了今天我们红歌关于长征主题的主要的内容 第三部分 那就是在沿途上老百姓即兴创作的 老百姓随即创作的 老百姓和当地的那种民俗文化相结合 自然诞生的那样一篇歌曲 我们唱的东方红是大型舞蹈史诗那种的交响乐队伴奏的 非常宏大的场面 是吧 东方红 很灰红的启示 然后赞颂的抒情的那个调子 但是这个调子是一个调子 可是他原来唱的是爱情小调 骑笔马夸阳枪 三哥哥吃上了八路军的量 心里惦记着耳末子 话还有对我伞他挂着忙 说他唱的是骑白马 骑白马 张国套你知道就骑了个大白马 骑白马那还有身份降证 白马王子吗 跨洋枪 那就不是拿着锁标打刀了 因为很时尚跨洋枪 左轮手枪 那就是大官的标 三哥哥到部队上去了 到了部队上 然后骑白马快扬枪 吃上了八路军的量 吃饭第一重要 然后心里想着二辈子 但是呢 队伍上的工作忙 就想你也没办法 这是东方红前面那个版本 可是还有更早的版本 更早的版本是什么内容呢 更早的版本是 这是东方红最早的版本 最早的版本 讲的是吃 就是说对咱们陕北人来说呀 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呢 芝麻油 穷日子芝麻油 不但油 而且香啊 香喷喷的一滴香油 满屋飘香 芝麻油 好吃吧 第二好吃的是什么 是白菜心 因为陕北这个地方啊 它缺菜 特别缺蔬菜 蔬菜要水 所以呢 它种燕麦 种土豆 种小麦 受生非常低 种玉米 所以这个地方老百姓呢 他吃面食啊 然后呢 加点盐巴 弄点那个卤水 弄点酸汤 腌点咸菜 就像我们今天中午吃的 那个全部都是面食的这样一些 对 吃白菜心 那太奢侈了 白菜心菜设施 第一白菜需要保管的 冬天的白菜心 那得烂多少包才能吃到心啊 所以白菜心太珍贵了 那像芝麻油白菜心一样 让人感到幸福的是什么的 什么都不干 不干活 在窑洞门口 就这样抄着锈 窑洞门口 太阳出来 什么意思 叫太阳出来我晒太阳 晒太阳 我这抱这个膀子在这抽筋 哎呀 抽筋 舒坦 知道吧 所以你看这个多传神 多传神 但是这就 这是东方红的更早的版本 我在陕西卫视工作过 陕西卫视工作过 后来采风的时候呢 我听他的当地的民俗工作这样讲 我觉得非常有趣 那就是说 和与长征和红军经过长征落脚 在陕北有关的 还有呢 包括像东方红类似这样的歌曲 也有比方说同时的 还有 的 advisor 这是哪个地方的 啊 然后把些内容装进去 所谓革命为一红色 为以长征之后相关的 中国知识分子自觉的选择 和老百姓打成一片 那就把这个大家喜欢接受的这个举套子里边 装进了红色的革命的 但是浅显的内容 我想就说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说让您 当然您刚才很谦虚说 您不是个艺术家 或者不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角度 但是我希望您可以以这样一个角度 就相对自由的一个角度 去看去回忆一下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您看到的这样一些长征过程当中 这样一些艺术作品 比如我相信就说是 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会有很多后人我们建设的一些 这种红色的一些纪念碑 我们的纪念雕塑 很多雕塑也非常的宏伟 比如说今天我们在五起县 看到的长征的大的行军地图的 整个长征行军路线的 就很震撼 那就是个很震撼的 包括他纪念碑 中央红军的那样一个胜利的一个纪念塔 是吧 一个陕北红军 一个中央红军两个红军手握在一起 然后那么一个状态 所以我就想您可以从今天艺术奇谈来访问您 司马白话来访问我 我们之间 就是说我们可以 能否我们今天利用这样一个短暂的时间 我们从艺术角度 您回忆一下 这一路那些可能您看到的触碰到的那样一些红军的那种雕塑 红军的这样一些我们更多的这样一些这种 渗出一些文学作品 毛主席的另一种诗词 您的讲一种感受 对 这个问题我依然愿意从三个角度来谈 我也是喜欢用一二三来表达 因为他无法做一个有机的整合体制演出的概念来 所以最简单 我讲三条 好 关于你刚才提到的这个红军的长征当中所表现出来那种浪漫主义 我觉得最高成绩有可能是毛主席 在毛主席诗词当中所表现出来那种浪漫主义 比方说大家耳熟能详的红军不怕远征难 七旅长征 我从小就会背 几岁就会背 背了一辈子 但是在这次重走长征路上的时候 我才把其中那些句子变成活生生的画面 变成对重大历史事件的一种体验 这种心理画面 心理体验丰富起来了 对毛主席的那种诗人的词怀 情怀就有了更深的理解 比方说 红军不怕远征难 这话大白话 是吧 万水仙山之等险 这一般现在改过 第三句 无领为夷腾戏了 这什么意思 这次走 红军从江西余都开始过河 然后突破几道封锁线 那几道封锁线 那山其实根本 就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 翻越老山界 那五岭当中最高的一个西南最高峰 多高吗 是2200多 2200多海拔 但是那个山呢 它是有点奇怪 一点像桂林那个山 在平地这样吗 就起来 相当高 大平地上起了高峰 非常高 上山30里 下山15里 红军刚刚打完了湘江战役 刚刚打完了湘江战役 极度疲惫 身上带着血迹 几万红军折损过半 几万红军湘江河里边 那水流的比较慢的那个地方 江面上都是一片 要么是红 要么是红军的尸体堆满了 战士们拿声音沙哑 然后呢极其疲惫 天还很冷 然后呢 又走了几天 翻越了这个老山界 毛主席把这样的情景描绘成 武岭唯夷 藤细朗 在毛主席这样的人的演技当中 这是 但是武岭都是非常小的波澜 腾起来 那个浪啊 都不是滔天巨浪 在我们这常人看来 我太恐怖了 太可怕了 毛主席说腾细朗 那后来和长征 后来所经历的雪山草地 那样的精浅相比 那个确实是细朗 可是在当时的中央红一军团的 红一方面军的政治部的这个宣传部的部长 陆定一先生所写的老山界那篇文章来看 那篇文章写入课本了 我小时候也读过 OK 那种白描手法 你就看得出来 非常难 第一是寒冷 第二是没吃的 第三还要做群众工作 不能违反群众距离 第四是白天不能行军 第五是半夜爬 半夜爬的时候 那么高的山 你白天都不知道怎么爬 半夜怎么爬 而且战士那拿着自重 扛着枪 迫击炮 吹是锅 那想想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怀呀 那是用什么样的境界 你克服多大的困难 身上穴 那有人会说 那为什么不把那衣服脱了 换个衣服 哪有衣服 只有那一件衣服 而且天还那么冷 不但如此 毛泽西还有一首词 叫十六字令 三首 山 快马加鞭 魏夏安 金回首 离天三尺三 那正高 华南第一高峰 离天三尺三 所以这次也经历过 他高是多高 高两千多米海拔 但是离天三尺三 这显然是艺术家的诗人 词人的夸张 以前我学这个诗词的时候 我见有一个著名的词家解释说 毛主席骑马行军 因为路比较陡 有个坡 所以马就立起来了 所以他爬上山说 毛主席骑了马上去的马爬 有坡 所以马这样 他觉得很高很快 我到那去走了一遭之后 我发现这个人 talking nonsense 乱说 你那山没法骑马 我告诉你人都要摔起 还骑马 理人你能骑得了马吗 我们那是没针爬山 我们是坐车上去的 但是我们的汽车不允许上山 因为坡很陡很急 完丈血压 这下边 我们怎么上去的呢 坐人家专门的车 司机开着 就这样 我们爬上去 而且在山上住了一晚上 我告诉你什么感觉 Johnson他们这帮老外 我这种的身经百战的老家伙 他那脸都脸如菜色 就光是那种专门的车盘山走一走 都会那么难 可想而知 你想想当年半夜爬山 但是在毛主席 这个伟大的诗 对 诗人的笔下 是五岭为夷 藤细浪 快马加鞭 魏夏安 京回首离天三尺三 刺破晴天 俄未惨 所以你说讲文艺 讲情怀 讲境界 毛主席 真是大家 这种必胜信念 这种浪漫主义精神 我没看到别人陷阱 别人陷阱 我也看了很多人的 不过是顺口溜而已 谈不到次公以为 都是大白话 而且境界也不同 除了这个角度之外 我还想说一点 那就是 你说的路上这个文艺作品 我们整个长征途中 能称得上画家的 只有黄震一个人 后来打了文化故事 黄震他在路上没有条件 画油画 水墨画 也没有条件 干什么了 他就画了一些素写 当然这些素写非常宝贵 可是建国之后 他做了官了 他也没有机会再画画了 所以红军长征途中 长征途中真正有 长征亲历者所创作的作品 大概唯有黄震一人 并且他那些画 后来变得非常是珍贵 可能最后可能保留我只有10伏到20伏 但是我说第三条 那才是最重要 第三条是什么 毛主席和红军是 红军是人类立场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那红军是宣言书 是宣传队 是播种机 红军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终 毛主席在长征结束之后 非常豪迈的 用诗人一样的语言讲了这样的画面 毛主席讲 红军他一路 别人把他说成是溃逃 说逃命 当然有逃命 躲避枪底 有这一面 这样说也不错 嗯 可是呢 是宣传队呀 是播种机呀 嗯 宣传队所做的工作是什么 宣传队所做的工作 就是发动训练 每到一地 大土豪分田地 宣传共产党的主张 无论对汉民 对移民 对藏民 全部都是如此 最简单的方式是什么 是 是市民们 朋友们 老乡们 乡亲们 是这一讲话 那时候呢 年轻的红军战士讲话 没人写稿子 不像我现在做 做在主席台上 一本正经 但是他的号召力 像火炬一样点燃每个人的心 还有一种形式 那就标语 对 红军长征路上的标语 我认为应当有红军标语学研究 你们这次看到了很多吗 太多了 太多了 红军标语学研究 应当把红军的标语 红军的标语的全部集中起来 加以数字化 并且呢 把每个标语在不同的时间 大概有什么人写的 针对什么 产生了什么结果 这个标语 后来被什么引用 这个标语 与我们今天的中国共产党的党章 与十八大之后的中央全会的精神 与我们现在的两个一百年 我们要干的事情 一脉相承 共同点在哪里 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种行为的研究 不仅仅是一种宣传手段的研究 不仅仅是对党史军史的研究 艺术历史的研究 而且它事实上是对中国共产党一脉相承的 人民军队的宣传教育人民的传统的这样的一种研究和延伸 这个工作非常重要 所以这次我们之前在艺术集团里面有专门有一期 专门介绍红宁标语的 红宁标语艺术 所以其实今天我想我们用了一个很短的时间 对司马先生做了一个这么一个简短的一个访谈 那么实际上来说也是希望 作为一个这次体验长征之旅 中国母亲之旅的这么一个亲历者 我认为司马南先生本身也是一个中国学者型的 并且非常犀利 我认为您的思维很犀利 那么并且有自己独到的这样一种立场 那么今天跟您从艺术的角度去来聊一聊 长征路上的艺术 长征的这样一种艺术 我觉得对我来说也很有收获 那这样今天的我们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 好吗 司马南先生 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可以对您再进行一次采访 好不好 谢谢 好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到这里 好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 谢谢